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背景和介绍 首先我们先从一些基础措资的指标上来介绍一下护拉拉 护拉拉作为一个互联网的物流平台 核心是要解决货运动的效率问题 当前护拉拉一共有8个以上的业务线 然后开程程式数量是352座 运活用户是760万以上 然后运活司机是58万以上 当前的IDC是3个以上 大数据这边的机器是1000台以上 呃存储数据量是10pp加 然后这群任务数是20个加 呃以上的呃以上的数字 就可以代表着整个护拉拉的当前的一个体量 呃然后是护拉拉大数据部分 大数据的使命是驱动呃业务数据化 助理公司业务持续增长 围绕着这个目标 我们来看一下大数据整体的体系和能力 而全局来看的话 呃呃大数据的呃架构比较典型 以自研和自建为主 自向而上呃自下而上分为呃 基础层 接入层 平台层和数仓层 呃以及服务层 应用层 呃首先第一个我们先看 基础层 基础层呃其实就是大数据技术平台 这边可以看到呃是呃大数据技术架构 在整个大数据体系中的一个位置 是一个底座的底座的一个角色 包括由HiveSpark Presto等 计算引擎组成的离线计算部分 以及弗林克组成的实时计算 还有OLAP多位分析呃 资源管理自己离线存储 以及在线存储部分 而接入层是主要是数据接入平台 包括离线数据接入能力 实时数据接入能力 以及买点数据接入 同时还有数据对账 数据量子监控的 然后是平台和数仓层 而数据加上平台 是我们自研的一些 像呃BQ数据急急查询 IDP离线呃 数据接程开发 这个是主要是做数据调度 呃飞流是飞流实时开发平台 是用来做实时计算 然后右边的数据资产部分 呃是我们的出仓的模块 然后呃是一套典型的拉伦的架构 然后右边的话是我们的自研的数据治理平台 呃包括原数据管理平台 数据纸张管理呃数据安全管理平台 以及数据成本管理平台 接下来是服务层 服务层是介于中台跟应用之间呃主要分为三个领域 第一个是比较传统的大数据的分析平台 指标平台和用户画像 而数据服务工具呢 是大数据提供的一个快捷分析数据的通道 而数据智能支撑工具 是大数据在座的AI中台能力的建设 包括Abitest的特征平台以及AI平台 呃最后上面是应用层 有呃辅助决策的应用 以及赋能业务的应用 而例如呃经营分析实时报表 智能营销和智能广告投放等应用 呃下面整体介绍一下大数据技术架构体系的演进过程 以及规划 那2020年到2021年是我们技术架构体系的运营期 以及完善期 我们是团队是在2020年下半年正式开始组件 然后呃同时着手于呃尖尔高精体系搭建 以及用于规划化工作 确定了技术架构方向的演进规划 2021年是呃 技术架构体系发展的完善期 嗯 我们重点投入在业务关键场景支撑 呃 稳定性体系 安全体系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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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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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性保障能力全面达标 然后安全方面是 见识安全体系2.0 然后能力成熟度 要达到中等以上 2023年是往后 就是技术架构3.0的发展规划 要全面达到业界一流 然后同时我们的主要的业务场景 要全面支持 前校要达到业界领先的水平 然后同时要开始探索大师与院生化 然后稳定性的保障能力 要达到更个标准 同时我们安全体系建设 达到3.0的阶段 而下面我会按照以上的顺序 对着技术架构体系的演进阶段 分别进行展开介绍 而第一部分 就是技术架构体系1.0阶段介绍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 1.0时期的健身目标 在这个阶段 我们主要的方向 就是分别是业务支撑 然后稳定性保障 然后数据安全体系建设 我们同时要兼顾数据治理 平台治理成本体系的初步建立的工作 整体目标 简而言之就是夸实基础 同时要支撑业务 在安全体系建设过程中 我们也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挑战 尤其是在数据安全事件频发的背景下 数据安全本身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护拉拉作为一个LBS类的公司 我们的数据量级是非常大的 然后敏感数据防护要求很高 然后数据生命周期也比较长 同时我们的大数据提供的数据产品 以及入口非常多 这样就伴随着非常多的风险 首先分别是核心数据丢置风险 然后数据系统风险 和数据全员管控风险 由此可见我们如何在短期内完成数据存量风险治理 以及构建大数据安全体系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大的 对 之内以上的问题和挑战 我们在安全体系1.0建设 主要通过定规范 然后建能力 做治理 然后做推广的打法来做的 首先定规范 我们是确定了库表和报表安全的管理规范 同时确定了角色和账号全员申请规范 但能力建制方面 我们是首先自研实现了一些库表全员管理能力 主体人线申请身份控制能力 然后同时我们来也做了数据栽培的系统研发 同时也做了数据牵引系统研发 以及敏感数据自动打标的这么一个能力 做治理层面我们是分别对存量 以及增量的报表和宽表和整库前做治理 同时治理的一波研发权限 PR级别是自断100%加密 同时产品安全审计的日志全量覆盖 下面是做推广 我们是上线的列级健全 同时100%做了推广 总的来说就是安全体系构建加重点事项支撑 人员能力提升 最终我们初步建立的安全体系1.0 而这张图是我们安全体系建设的一个规划的全景图 我们可以看到1.0阶段已经初步完成了组织建设 然后制度流程 制度流程确定技术工具和平台能力研发 以及安全治理的计算性工作 在下一个阶段我们还会持续投入 围绕着下一阶段目标基于演进 另外一个难题是稳定性保障工作 由于大数据的场景非常多 数据采集和存在的可靠性是大数据的正面线 然后数据可靠性交据百分之百 离线核心数据链路和报表是高层日常角色的一个首要依据 日常面临着数据延迟的风险 然后数据准确性是大数据支撑业务和负能业务的基础 如果数据主研性出现问题的话 意味着报表结果数据会受到一个数据质量影响 大数据核心服务支撑着线上的核心业务 例如抢单 风控 时日营销等核心链路数据服务 一旦出现稳定性故障或者尸检整个的线上业务都会受损 大数据核心产品的价值是数据研发数据应用的大数据能力输出 这个场景一直不太稳定 会出现过大面积的长时间不可用的故障 另外存在的挑战就是数据链路稳定性差 还有历史战亥区法治理 主要体现在我们的监控高颜能力比较薄弱 然后组件接入率低 同时跨运一再多 非常不稳定 然后就是技术组件的bug比较多 我们也使用了非常多的开源组件 然后故障比较频繁 另外就是没有稳定性规范体系 资源无保障 对立规划不合理 然后任务产出不准时 同时我们的作业参数没有治理过 然后存在着大量的资源浪费 还有异常包错的问题 针对以上的稳定性方面的问题和挑战 我们是根据以下的速度来做能力补齐和填坑工作的 首先是监控高颜体系建设 然后分别对资源和引擎进行一波治理工作 最后我们再落实到保障规范 监控高颜这边我们是成功了之前的老的高颜服务 然后同时对高颜心建立分析 然后全量介入线上的核心组件 同时建立了我们的值班靠机制 这样我们能提升我们的故障的发现能力 然后第二点资源治理这边 我们是进行的容量规划以及容量预警 同时我们建立了公司级别的核心电路和部门级别的资源保障能力 第三点就是我们支持对列投递全新的管理管控能力 第四点是我实现了百分百的对列自呼化 对然后第三点的引擎治理这边 我们是对一波高风险的线上的bug做了一波修复 同时发布更新的线上 然后对存量的不合理以及不安全参数做了一波治理 第四点的保障规范落地 就是分别我们发布了研发和发布规范 以及故障管理规范 同时我们成立了故障跟进小组 对故障的复盘以及整改做跟进 另外我们也进行了跨云架构改造 来提升我们的基础环境的稳定性 首先我们的跨云它架构本身是合理的 因为大数据的场景比较多 不同场景它对于云场商的能力要求是不一样的 单一云场商的能力可能不一定能满足所有需求 然后第二点就是多云架构它的方案本身是对 沉默管控制有优势的就有一些依诈权 然后互联网一些投物行业也是多是这种跨云架构 然后但是我们老的一些跨云架构它的实时链路和 离线的链路比较混杂 同时云服务和云章线本身是不稳定 它会导致一些故障频发 为此我们也进行了跨云改造来确定了阿里云 部署在线跟实时链路 然后华为云是支撑着离线链路的架构 来做到我们的IDC的故障隔离 不会因为一侧云服务的不可用来导致整个线上服务全挂掉 同时也做到了业务的故障隔离 以及分场景的故障隔离 我们来整体看一下我们当前的跨云架构 这个是整改之后的一个跨云架构 当前阿里云这边主要是负责在线 以及实时计算的场景 华为云主要是负责离线计算的场景 实时计算会通过实时写入 或者离线导致的方式落地到离线存储 然后在线服务主要是包括像HBase 以及ES等实时的在线存储 他们支撑的线上的一些核心业务 然后同时也会定时同步数据到我们的离线数据 HBase的集群来做一个栽培 改造之后的跨云的架构 目前还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我们已经实现了分场景的故障隔离 即便是我们的专线出现短时不可用的一个情况 那这样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在线的核心业务 以及我们的离线计算的这么一个能力 OK 在稳定性的体系建立方面 我们会依照着事前事中和事后 分别对我们的核心服务 以及核心数据链路建立的保障流程和机制 前面有介绍过 核心服务场景对于可用性可稳定性的要求比较高 首先核心服务在事前有核心链路压策 以及服务容量规划与服务业务的治理流程 我要具备提前发行能力 然后就是定下来我们的服务巡检规范 做到核心服务的全量接入 接触高领体系 然后加强问题的落地能力 定位能力 最后是推进我们的冒烟故障百分百复盘 然后引入了技术委员会评审 后续增改事项的落地进度跟进 核心数据链路要求会有点不一样 还更关注于数据准确性和结果的产出的及时性 我们发布了数据研发规范以及变化规范 同时在技术引擎和机制服务层 加强我们稳定性建设 来降低机制引擎和机制测试的故障率 然后逐步增强了我们的链路告紧能力 最终由最初的每日三点到五点值班 然后演进成了一个昂贺形式 在不影响我们的故障响应的速度的同时 我们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值班同学的幸福感 然后另外我们研发上线了数据质量监控平台 对数据量产出结果做数据监测告紧 同时提升了数据异常数据的监控和定位能力 最后我们核心数据链路的稳定性 同样引入了故障定期和复盘整改的流程 我们设立了稳定性的小组来进行跟进整改进度 每周会产出稳定性周报 然后组织稳定性周会 对当周的稳定性的故障事件 还有告紧率进行汇总来确定下一步的优化方案 机场措施的治理效果 是我们的稳定性的故障率是大而降低的 同时我们的冒岩事件以及电话告紧率也明显收敛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另外再单独介绍一下大数据SIE体系建设做了哪些工作 整个技术构构1.0的中小工作之一 就是做好了监控告紧体系能力的增强 然后线上故障和试检 百分之百是由我们监控告紧体系提前发现的 然后线上核心组件是全量接入了我们监控告紧体系 而由于我们的基础的设施固建于多云架构之上 然后在如何对上层的组件屏蔽 这个多云的复杂度上我们投入了大量精力 来做了基础环境的一致性规范性治理 然后拉起了各环境的基础的OS参数 服务参数以及集训参数 同时我们解决了一批集训规划不合理 然后服务机已经混乱了一个痛点问题 最后我们推进了所有的运维的操作标准化和角准化能力 再向自动化运维以及运渊生2.0的这个阶段演进 在平台化建设方面 我们的重点投入是在数据治理以及平台治理能力上 主要体验在右图的平台层 原初是我们的内部自研的一个原数据和血缘的管理平台 它支持数据资产管理 原数据管理 还有数据模型管理 数据暗生管理 以及数据生命周期和租户管理的能力 同时还支撑着成本治理体系 然后大宇是我们内部自研的数据质量管理平台 它提供了数据质量管理 数据治理能力 然后就是数据基础设置平台 当前我们已经上线了离线混合引擎服务 然后支持BQ查询场景下来 一个多引擎的路由能力 查询速度提升4倍 现在在做的就是我们的Olaf平台研发 以及Cycle Scan的能力建设 还有就是数据栽培平台的研发工作 来提升我们的技术架构平台能力 同时来支撑更多场景 整体来看的话 我们当前的技术架构是基于我们的哈杜布生态的构建于多云环境之上 所以目前在用的开源组件是有15个以上 图中从组到又是我们的数据的采集 存储加工还有服务的一个流程 我们的数据采集平台会 会主要是我们用自研的数据采集服务 通过对日志类以及 MyCycle的Blog做全量拉取以及增浪采集 最终由分为实时路线 以及离线写入路线去 或者到我们的离我们的整个树仓里面去 实时计算这边我们会用flink 来去将实时数据写到 HBase、MySQL、ES等数据存储里面去 最终会通过数据接口和有实时看板 来提供实时数据服务的能力 离线这边离线列用采集这边 flink也会实时采集数据 以及自研的采集组件会采集数据 全量导入到我们的OTS表 然后再经过各数仓分层的数据加工 最终是通过数据及查询 数据多位分析 以及各种报表和画像 来去对外提供我们的数据服务 然后展开介绍一下 技术架构的计算引擎架构演进过程 计算引擎在技术架构体系1.0时期 主要是投入在引擎稳定性治理 以及从领导一建设OLAB能力的工作中 目前已经介入的引擎能力 包括离线引擎OLAB引擎 然后以及规划中的AI引擎 离线引擎这边我们主要是 是用HiveSparkApresto 以及SparkSeql来做离线计算 然后OLAB引擎是使用Doris 以及Droid Hacklin House来做OLAB机查询 然后AI引擎这边我们在规划 二是未来支撑TentFlow 还有TentFlow on Spark 以及SparkML来去做AI引擎的能力 对服务层这边我们是已经完善的 已经完善的是我们的离线混合引擎的一个服务 可以支持我们的路由策略 然后智能降级 AdHawk还是ETL一些场景 目前规划中的是OLAB服务 我们计划是做一个OLAB平台 然后来提供查询服务 然后同时具备多租户核权管理的能力 而上面是平台和树档层 代表整个计算引擎能力支撑的一些优惠景 OK最后就是存储架构演技过程介绍 我们存储的能力主要是分为由H-base和ES 组成的在线的存储能力 以及我们的4件的HDFS和云存储的一个离线存储能力 离线存储作为大数据的离线的核权 核心数据存储服务 它支撑着我们整个的成本治理体系 以及稳定性保障体系 然后在线存储服务呢 它目前是承载了70家的业务 同时这当中的挑战应该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文件存储和云存储 它是支撑大数据的核心服务 是偏一个离线的场景 而在线业务主要是由于支撑着核心服务 然后对客人要求比较高 可以执行着高QPS场景 同时RT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这对我们的稳定性保障工作也提出了更多要求 以HBase为例 1.0时期我们是完成了全部的跨运 集群间以及集群内的多业务的处理和迁移隔离 然后同时线上业务和分信业务和离线业务 是完全实现了集群间的隔离 然后集群内的多个业务之间也完成了所有业务的处理和隔离 目前线上针对不同类型和SR需求 一共兴建约20多个隔离分组 然后下一步也会进行HLA能力建设 以及增强集群管理能力 而接下来是技术架构体系2.0的介绍部 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建筑目标转变了 转变成了是专注于加募增效以及平台能力构建 聚焦于大数据的成本体系的构建 然后数据资产管理和数据的治理体系的构建 同时要专注于业务赋能与重点项目 同时我们还兼顾着稳定体系2.0 以及数据安线体系2.0的建设 简而言之就是为了加募增效 与同时构建我们平台能力 对提到成本治理的话 大数据场景下自然是绕不开这个存储成本的 PB级别的数据在存储在某种程度上 是可以代表着公司的业务体量 但是如果不做治理的话 是任务器也蛮增长 这个开头的货拉大数据 这个数据存储量应该是现在的数字的几倍 对在进行存储治理的时候 我们主要面临的挑战就是首先是 耗务表的数据量比较大 我们有现在当前有17万加以上的耗务数据表 同时增速比较快 如果是任务器自然增长的话 每个月我们应该是有4PB的 这个自然增长的数据量的 然后冷数据量比较大 是我们差不多要三分之一的数据 是90天内是没有访问过的 然后这样是带来的存储压力是非常大的 然后大数据成本治理的另外一个挑战 就是计算成本的浪费问题 由于大数据的计算场景主要有离线 在线还有实时计算 这场景的波峰以及波谷的特征都非常明显 低峰期的计算资源是没法利用起来的 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就是实时跟离线计算的波峰波谷是交错的 业务上通常会针对这两个场景去做业务隔离 然后划分为实时计算集群以及离线计算集群 存在着总有一个时间段是有一个低峰 是低峰是在闲置的一个状态 这样实时计算跟离线计算资源是没法出方利用的 然后针对以上问题 我们分别会从存储整本治理和计算整本治理的角度 去介绍我们先用的处理方案 首先是存储整本治理 我们是上线的生命周期的治理能力 对存量以及增长数据的生命周期进行配置 然后到期我们会销毁数据 而对于冷数据呢 我们是借助于云存储的数据硅档能力 进行增长硅档以及存量硅档 然后会升级我们的文件压缩格式算法 来节省我们的文件的存储空间 同时我们展开了专线的深度治理工作 对各种特征的这种 还有表数据进行针对性治理 而经过一系列的优化工作之后呢 左图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存储总量是 阶段性是在往下降的 然后我们的数据的存储总量 最近几个月是一直保持着一个接近持平的状态 甚至还在往下降 与治理前的这么一个自然存储增量的曲线相比对的话 我们是节省了相当大的一个存储成本 然后控制住了我们这个成本曲线 这个上升的这么个势头 然后在计算成本之类方面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第一点是降低低通期的资源浪费 然后同时不影响高优作业稳定性 为此呢我们主要采取的三个手段 分别是我们自然的弹性扩缩容服务 来实现高低风期的资源弹性管理 然后另外是利用公有云按需和净价实力类型 对实现我们的弹性资源池 第三点就是亚人的调度改造 来实现我们的高优作业保障 右图呢就是我们的自然的这个弹性扩缩容的架构图 首先这个公有资源池是由这个预留实力 为代表的非弹性资源池和有保障的按需实力 以及无保障的净价实力来扣成弹性资源池来组成的 通常来说公有云上的弹性 公有云上的预留实力是有这个使用时长的承诺的实力 一般是预付费模式 比如说你要使用一个月的话 你要提前在这个要提前付一月的费用 然后对应的折扣会相比于按需实力会低一些 然后适合给这种核心数据链路等这个高SR要求的这个长期使用 按需实力呢它是价格最高 然后同时它的按时长收费 按这个使用时长收费 净价实力就是或者叫这个spot实力 它的价格是由于没有保障 然后随时可以被可能被回收价格比较低 它也是一个安量付费的形式 这种质量类型比较适合做弹性自然吃 然后经过我们的亚人级别的这种优先级的改造 我们实现是按照实力预先级和对的预先级来 以及调度的这个自尊降级能力来保障各额 优先级的任务稳定性 我们的这个自研的服务叫spot主要能力是有这个扩容 扩测测测管理以及扩测测机制 还有实力的勾退和对账 以及这个身价实力的补偿的这么一个能力 而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自动化云平台来实现这个与公共云的资源 购退这个交互场景 然后以及实力初始化 还有进行扩测测这个能力的建设 来满足这个弹性扩测的需求 整个这么一个架构是支撑着我们的每日的高低分扩容 以及春节等级二日扩测测 还有就是大醋扩测测的等场景 对 然后最终我们的整个的 而接下来会介绍一下大数据的安全保障的2.0的规划与进展 我们大数据的安全2.0方面会对标1.16 会构建覆盖重点数据 对于成存周期的安全防护体系 来满足安全法规的要求 安全合围的要求 下面接下来大数据安全保障的2.0规划与进展 这个图是我们整个大数据安全保障建设的一个规划图 可以看到1.0跟1.0之前 我们主要是做安全治理专项以及解决一些高风险 高风险的漏洞 然后初步建立我们的安全体系 2.0时期我们就会对标业界一流去构建 覆盖重点数据生存周期的这么一个安全防护体系 来满足安全安全的合规要求 2.0之后的3.0我们会对标业界安全能力成熟的模型 2.0会构建覆盖全数据生存周期的成熟的安全防护体系 而结合大数据的安全体系图 我们可以看到2.0时期间 我们即将初步完成这个数据全生存周期的安全防护能力建设 新增了这个数据采集数据传输 然后能力建设以及数据的存储 数据处理和分析以及数据交换的这么一个能力的增强 对于我们可以更全面的保证大数据安全 同时我们的也在持续开发一些安全的平台以及技术工具 同时还会对存量的数据做进一步的安全治理工作 对来保证我们整个的规划是可以满足当前的数据和要求的 最后一个部分呢是未来展望部分 主要会围绕着我们技术架 3.0及以后的一个规划来做介绍 首先是大数据运营生以及在链接混布和链接混布的这么一个建设规划 会进一步让我们会提升我们的前效 然后安全方面我们会持续构建我们的全收期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 然后效率提升方面我们会迭代大数据的自动化运营体系 同时在OLAB方面我们会接着做OLAB平台化 来进一步的更好的去支撑业务 对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全部的分享内容 然后感谢大家的聆听 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我们做进一步的交流 谢谢